好 競爭的部分 当然还有就是手机的部分了 看到华为 那么9月7号华为的三折叠手机 开启预定 可以看到最近它都是采取这个预定 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才预定的频道刚刚开启 哇 这个人数马上破万四个小时 就超过82万人预约 而且呢 这个价格是还没有公布的 应该超过 应该超过 我看超过100万 已经超过100万 是 那同时在这回也发布预告片 这个天王刘德华 惊喜现身 而且蛮巧合是 因为这个刘德华最近在演唱会 好巡演 结果9月7号 孟晚舟 被大家发现 她现身在深圳的演唱会 引发了大家讨论 亮哥 这个 不啦 因为 三折的手机 以前都只有概念机 它这个是真正的量产 那首发我不知道 它能够提供多少支 对 但是已经是破百万 对 可是 反正这支手机可能要2万人民币 对 很贵 非常贵 因为它打开有10寸 是 10寸 那当然中国道路 高阶的人是很多啦 所以 价格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这个 有100万人来买 我并不会惊讶 不会惊讶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是经典款 是留作纪念的 因为那个荣耀 Magic V3的造型跟它就有点像 不过它是对折机 它是三折 所以三折机现在看到 这个短短时间百万人预约 而且它可能是个很有意义的 一个纪念款 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到台北 不排除里面有人要转售 是 好 同时呢 再来我们要来关心 是在这个荷兰的部分 我们其他永平姐 可以看到最近 大家都非常关心 这个艾斯摩尔 那么现在呢 9月6号 在荷兰宣布了 9月7号开始呢 要扩大对先进半导体 制造设备的国家出口管制措施 这个措施 适用于生死外光科设备 也就是DUV 在荷兰的猫部长说 这个决定是出于安全的考量 大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这几年美国为了要维护 自身的全球霸权 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来胁迫各个国家 加盐半导体设备出口的管制措施 严重威胁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稳定 中方对此是坚决的反对 日经亚洲作出评论 上半年大陆在晶片制造工具上支出 达到创纪录250亿美元 超越了美韩台总和 预计全年总支出会达到500亿美元 那么现在全球半导体的设备 这个制造设备近一半都是消耗大陆 是中国大陆当然对于美国这种长臂管辖 已经非常的有经验了 那他也知道说其实 当然中国大陆会一直的要发出 这个抗议之声 但抗议是没有用的 因为荷兰的这个ASMO 他大概如果我们用台积电 对我们的重要性来理解的话 其实ASMO之于荷兰的国家 也是他们的护国神山 但是ASMO但是荷兰是一个多少人口的国家 1770万比台湾的人口还要少 你说在欧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跟体系下 美国的压力如果真的决定 对他施加重压的话 他之前荷兰不是没有想要拖延这个禁令 他有想办法说我们来延你干嘛干嘛 可是你拖到一个时间 你终究美国的压力拖不住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的很多重要的晶片厂 他也知道 所以他们就拼命在上半年 拼命囤积设备 拼命采购 因为他最先进的早就进了 那他现在是在下一级的 那他们就拼命在 还可以买的时候赶快买 所以当然他会是全球第一的 这个近一半都设备都销往中国 但是现在就9月7号开始 也不行了 但是我觉得对像荷兰ASMO的这样子 因为它是磕光机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晶圆的设备 但是就是一个这个设备 它最大的噩梦就是说 一旦被禁了 然后中国大陆 当然你现在他会非常痛苦 那他不晓得要多久 可是如果真的给他 就像华为突破那个晶圆的管制 然后三年就又破茧而出的话 他如果真的被中国大陆 自主产业成功的话 那他就完蛋了 对不对 而且他那个打击可能比我们台积电 还要严重 所以对荷兰来讲 这也是他不乐见的 因为你一旦失去了这个市占率 你就可能就回不来了 这个我觉得是 现在美国对其他这些国家 尤其是产业不是很分散 然后人口不是很多的国家地区 非常非常大的痛苦跟压力 前面就有例子了 对不对 好那另外看到 9月6号王毅会见了 美国气候特使 那么王毅特别也表示了 好这个45年风风雨雨 重要启示 中美呢不要当对手 应该要彼此成就 不应该恶性竞争 说话算话不能够言行不一 将军 我认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结构性就是要竞争 所以这没有办法 因为中国大陆是崛起的强国 他整个的GDP 现在就将近18兆美元 美国是24兆 已经这个距离接近了 那判断在2030年 中国大陆的整体的GDP 就超过美国了 那这个GDP也就代表 国立一个重要的象征 因为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GDP经济上面的竞争 那在区域上呢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在第一岛链 已经突破了 它经常在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已经在那边活动了 不管它的军舰 军机或者是航母 已经在这个地方 以前是个案性的活动 现在是一种 接近于常态性的活动 它经常穿越日本的相关的海峡 大鱼海峡 中骨海峡 军青海峡 宫谷海峡等等 中国大陆已经在那边做 常态性的战略巡航 包含空中也包含海面 所以在这边区域的表演的角色 以前是以美国为主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逐渐 可以叫板了 那这样的话 这种方面 这种也是结构性的 能够一时两刻解决吗 那第三个 我们看南海的问题 南海尾也是一样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 在主权方面的这种争端 也是结构性的 这持续了几十年 那美国有在这方面松手吗 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 它是不会去松手的 这种结构性的竞争 你还包挂了 不然美国它成立这些五眼联盟 四方安全对话在哪里 是不是它要北约 这个东扩 甚至跟日本有所合作 那是不是它劲指在哪里 这一做任何东西 它有它的一个目的 有它的一个企图 它的目标是对着谁 就是中国大陆 只是不讲而已嘛 他讲说针对第三国 那有那么多 在今年的6月到今年的8月1号 有这个环太平洋军演 那针对性 他不讲说国家 那大家针对性 有没有针对性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不讲自民嘛 所以在这方面 当然中国大陆讲 哎呀要当这个战略对话啦 互相合作啦 这个共融啦 太平洋够大啦 都会讲这些 但是这种结构性的 不管是在经济方面 在军事方面 在区域安全方面 甚至在将来 国际地位领导方面 那都有这个竞争性 已经大于合作性了 那最近的话 不是中非 中国大陆跟53个 非洲的国家 不是在北京做了 这方面的中非论坛吗 那中国大陆拿出了 3600亿的人民币 那在非洲大陆 在南方市场 那也是结构性的 因为中国大陆 在这方面的投资增加了 影响力增加了 那我们想想看 那哪一方面的影响力 稍微退后了 那就是美国啊 那是不是这样子 那是不是竞争性啊 这不是互补性 中国大陆跟美国 在非洲这一方面 也是竞争性 不是互补性啊 不是说因为中国大陆 在某一方面影响力增加了 美国也会增加影响力 不是耶 会美国在当地的利益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美国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 或经济影响力 也会受到衰退 那这就变成竞争性了 那竞争性是结构啊 那我们可以想 那很多地方啊 那同样的 我们现在知道外汇 我们这个国际上的货币交易 是以美元为主 那现在中国大陆起来了 人民币也很会 人民币 当然人民币还是比较少 才5.6% 但是到了6% 7% 那总是 继续增加 对 继续增加 影响的是谁的市场 当然是美国的市场 美国美元霸钱会慢慢下降 虽然不会快速下降 它底气够 是 量大 因为经过了几十年 六十年了嘛 不是短时间就能够 但是慢慢退缩 那这样呢 美国在经济上 在国际货币上 它所占有的比例 那就是会做衰退了嘛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那这一方面都是 我讲的这些方方面面 都是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合作性低 竞争性高 时间性还会持续 对